将来的某一天飞回来 就不要将是非之歌放出去 请不要心存侥幸 以口释法 因为因我报应 是世尊用慧言所观察出来的真理 不可能有任何例外 今天言人是非 别人将来也必定会言我是非 今天不言人是非 别人将来就不会言我是非 如果真的想远离世间一切是非纷争 任何场合中 绝不说任何人的是非 过时 心中的善念 是照在心灵上的阳光 口中绝不说是非 口出妙华 创造美丽人生 唯心所欠 万法长存 请听 比说话更重要 看破 但不说破 心中 怀有 慈悲心 修慈悲 是淬炼心智 净化心灵的最佳良药 心中存有喜舍心 护口液 留口德 或千万别说绝 脱口而出的事情 管住自己的嘴巴 可以心直 但口不能宽 每天都要反省自己 学会谨言盛行的重要性 沟通不是为了说服别人 在最微小之处 也要为别人着想 只有心存善念 才能说出好话 佛说 四十二章经 第十二章 举难劝修 阐明人生有二十种困难 能突破这二十种困难 就能够人格完整 福德智慧圆满 超凡入圣 依据四十二章经的教法 用功修行 做人做事 也能达到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的境界 我们依法修持 将受到时时处处都圆满 就让我们更努力 实现佛陀教法 愿大家听闻得福 读诵得乐 思维得慧 修行得安 我们依教奉行 就能时时处处 都圆满的吉祥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阿弥陀佛 菩萨阿弥陀佛 最近世界上各个角落 包括我们台湾 各位都看到这么多的天灾 人祸 甚至有很多人忧郁症 乃至自杀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心 贪心 称心 所造的恶业 特别是杀身的恶业 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要有责任 不叫讲 缘起法都有关系 所以希望各位最近 多吃素 不要吃荣 多念佛 以慈悲心 去做各种的修行 多放声 多施施超度 来回向整个世界 这个才是慈悲的责任 阿弥陀佛 慈悲仁爱 能成就一切善行得业 戒杀吃素 能化解世间刀兵几亿 中华护生协会 慈悲的道路 与您一同前行 付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爱护丹顶鹤 有一位名叫徐秀娟的女孩 着生在一个养鹤市家 他从小就非常喜爱丹顶鹤 在他大学毕业以后 他仍回到老家养鹤的地方 1986年 徐秀娟大学毕业后 便接到严城自然保护区的邀请 希望他能到江苏省涉阳滩失地工作 徐秀娟娟为了事业 说服了父母 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奇迹哈尔 不远万里 知深难想 你真的要去那里吗 是的 爸 你也知道 严城自然保护区和加龙遥乡呼应 一南一北 这里是丹顶鹤的主要货东地 如果能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 不迁徙的丹顶鹤野外种群 那将是一个重大突破 或许这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科技科体 可是孩子啊 那里离家那么远 你一个人出门在外 我怎么放心得下啊 妈 我已经长大了 不是小孩子了 是啊 你长大了 该学习独立了 该让自己飞翔的时候了 爸 你同意了 嗯 徐秀娟来到了丹顶鹤的迁徙过冬地 正在筹剑中的江苏省严城自然保护区 她还带着三枚鹤弹 这是秀娟带给严城保护区的一份礼物 三枚鹤弹对她来说是三只小鹤的未来希望 这一路上 徐秀娟对这三枚鹤弹加倍关爱 有时没有开水 她就把鹤弹贴在怀里 因为人的体温正好是三十七度左右 糟糕 又没有热水了 这个温度可不行 这样应该可以了 三个小家伙 你们不冷了吧 当时的严城恒场 最好的建筑物就只是一处废弃的哨所 毫无疑问的 这里既然是鸟类的天堂 就不可能是人类向往的繁华之所 条件比徐秀娟预想的还要务力 但徐秀娟并没有因此有丝毫畏惧或退缩 她立即带着两位助手开始着手工作 这里条件艰苦了点 要知道我们这个保护区刚刚成立不久 没关系 既然这里是飞鸟的天堂 那就不应该有太多的建筑物 我看这个小屋还不错 我们开始工作吧 嗯 好的 徐秀娟便与两位助手 没日没夜地在鹤长小屋里 守护着自己从扎龙带来的那三枚鹤蛋 最后三只小鹤终于破壳而出 丹点鹤在低纬度过冬的孵化成功 这可是个世界级的难题啊 应该快出来了吧 怎么都没有动静啊 对啊 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嘘 别说话 有动静了 出来了 啊 成功了 成功了 哈哈哈哈 我们成功了 这三只小鹤分别被徐秀娟取名叫做龙龙 丹丹和莎莎 经过83个日日夜夜的悉心照料 三只小鹤终于长大了 可以展翅飞向蓝天了 龙龙 丹丹 莎莎 你们长大了 可以自己展翅飞翔了 养鹤是保护区最辛苦的工作 徐秀娟从丹水 配食 养鹤 放鹤 清扫鹤舍 到整治护理病鹤 样样都做得十分出色 她单独饲养的幼鹤成活率 竟都高达百分之百 1987年 这一年对徐秀娟来说 是个多灾多难的一年 丹丹和丹丹 出王死去后没多久 龙龙又引物食一种寄生虫命在旦夕 龙龙 喝点粥吧 你好多天没有吃饭了 秀娟 让我来吧 你快去睡一会儿吧 你都好多天没好好睡个觉了 是啊 就把龙龙交给我们好了 你还是先去休息吧 别把自己也给累出病来 龙龙都这个样子了 我哪能放心得下啊 龙龙 你快好起来吧 龙龙 龙龙 你不能死啊 9月15日 这次患生病的莎莎 挣脱了绳子 走失了 不好了 莎莎不见了 秀娟 发生什么事情了 莎莎 莎莎她不见了 她还在生病呢 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呢 秀娟 你别着急 莎莎生病 飞不了太远的 我们赶快去找找她 嗯 我们分头去找 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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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莎莎吗 二十三岁的雪秀卷 再也没有从这片芦苇丛中走出来 她为了救那只受伤的丹领鹤 滑进了沼泽地 她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首歌里的那位小女孩 这个慈悲的女孩 为了保护 爱护这些鹤的生命 尽力地为它们付出一切 这样爱护动物的慈悲付出 都是我们值得学习 效法的 绵延三宫里的母爱 在英国三里客栈 有一只母鸭带着她的孩子 溜着小鸭子在路上玩手 孩子们都靠路边走 小心车哦 妈妈 我们知道的 我们会小心的 然而这群小鸭子 只注意到了路上的汽车 却没有注意到路上的下坠道口干 这些车跑得好快啊 我们可要小心点 是啊 可千万别跑到路中央被车撞到了 妈妈 救命啊 我掉下去了 妈妈 救命啊 救命啊 妈妈 救命啊 妈妈妈 快救命啊 孩子们 我的孩子啊 就这样 鸭妈妈的六只小鸭子全部掉进了下水道里面 而路面上的鸭妈妈却束手无策 好累啊 好累啊 我好怕 妈妈 快救救我们 孩子 别害怕 我会想办法把你们救出来的 然而这时候 下坠道口干掉 沿着一股水 哦 小声点 我终于听听什么声音 啊 什么快快 啊 是大水啊 这六只小鸭子 对时被带着十九只鸭 一路随过着 啊 孩子 我的孩子 鸭妈妈虽然抢救不及 但仍不拒不恼 一路紧紧跟随着鸭宝宝 从人口传出的微弱呼救声 不放弃任何一丝救回孩子的希望 救命啊 妈妈 妈妈 快来救我们啊 是妈妈 妈妈来了 妈妈 妈妈 快把我们救上去 这人好恐怕 孩子们 妈妈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救出来的 人而下水淀满了水 却又一次 孩子 我的孩子 这位鸭妈妈为了救她的孩子 平安越过了许多条马路 绕过一处交通繁忙的圆环 穿过一条电车轨道 然后还经过民宅 学校与医院 孩子 孩子 你们在里面吗 孩子 孩子 你们在里面吗 是妈妈 爸爸他找到我们了 妈妈 妈妈 我们在这里 谢谢谢弟 你们没事就好 这里距离三里客栈约3.2公里 而这只母鸭子 为了找回自己的孩子 竟然长途跋涉了3.2公里 虽然亚妈妈们到了这里不再漂亮 但却困在一个口袋下方 亚妈妈则一直在父亲守候 等待救星出现 她整整守候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一位五十九岁的男子 彼得 早上六点钟 他出门时 看到一只母鸭 在马路上的人孔盖盘 呱呱呼唤 这只鸭子怎么一直在这 莫非它受伤了 它走到人孔盖旁边 这才听到小鸭在里头的呱呱声 才终于明白 于是 他立刻号召邻居 组成抢救小鸭大队 用铁锹 铲子 好不容易才将沉重的人孔盖敲开 然后 再用网子 将六只熬熬待旧的鸭宝宝 一只一只大喉上 救上来这六只小鸭子之后 彼得又开车载着它们 到野外一座湖泊进行了放生 彼得看着鸭妈妈 带着六只鸭宝宝游入湖中 这才如释重负 功德圆满 母爱的伟大不容置疑 为了救自己的孩子 母鸭子义无反顾地跋涉三点二公里 动物尚且如此 何况是我们人类 我们的社会更是需要如此的爱啊 杀生是世上最厉害的果报 古代魏国有一位公主长得非常美丽 也很喜欢打扮 总是穿得非常奢华 这件衣服不好看 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这件我也不喜欢 这么多衣服就没一件让我满意的 你们是怎么搞的 连件漂亮的衣服都做不出来 公主 这里还有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非常漂亮 是用翠鸟的羽毛缝制的 您一定会喜欢的 哦 用翠鸟的羽毛缝制的 快拿来我看看 哦天呐 这衣服实在是太漂亮了 我今天就穿这件衣服 嗯 于是 公主就穿着这件翠鸟羽毛缝制的衣服 去向魏太祖请安 你说 父皇见了我穿这件衣服 会不会称赞我呀 公主 您穿这件衣服 简直就像仙女下凡 皇上见了 一定会赞赴绝头的 哈哈哈哈 我也是这么想的 拜见父皇 嗯 父皇您看这件衣服 漂亮吗 快把这件衣服给我脱下来 以后不许再用羽毛来做装饰 用羽毛是又怎么了 这些羽毛多漂亮啊 你知不知道 觉得这件羽毛会害死多少只鸟啊 这件衣服又用不了多少羽毛 是会害死几只鸟啊 你是异国的公主 你穿这样的衣服 皇亲贵族都会模仿 就连一般民女也可能会希望穿这样的衣服 商人们只要有利可图 就会想尽方法去捉鸟 以供应羽毛的需求 那时所杀的生命就不计其数了 穷究根源就是由你所引起的 这样你的罪过就很大了 啊 这样啊 我真没想到这点 这件衣服我真的不能再穿了 从此以后 这位公主就再也没穿过那件羽毛缝制的衣服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举动 就会造成杀戮 要知道杀生 那可是世上最厉害的果报 郑先生说的有道理 我们有时候无意中伤害了生命 那也是杀生啊 是啊 只要是杀生就会遭到恶报的 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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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两个孩子身体不好 您一定要帮帮我 让他俩恢复到以前快乐健康的模样啊 张先生 见这两个孩子精神状况都很不正常 于是 便为那位妇女有没有杀害过生命 他们两个生病前几天 你有没有杀生啊 没有啊 你没有杀生 那这两个孩子怎么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蛇 蛇 有蛇 蛇 蛇 烫死他 快烫死他 孩子 别怕 别怕 没事的 妈妈在这里呢 我会保护你们的 蛇 烫死他 汤姆说的蛇是怎么回事 啊 难道是因为那件事 妈 家里要烧的木材够吗 不多了 需要再砍些柴 正好我和柯柯 正要把门前的那棵大树砍掉 到时候我们砍下了这些树枝 来给你当木材烧 嗯 那太好了 你们哥俩可要小心点啊 妈妈 你就放心好了 当这兄弟二人来到屋外门前砍大树时 突然看到有两条蛇钻到树底下的洞里面去了 哎呀 蛇 叫我砍死他们 哇 没砍到 哎呀 这两条蛇钻进树洞里了 算他们俩跑得快 要不我非把他们砍成肉酱 就这样放过那两条蛇 也太便宜他们了 对了 我们可以往这个洞里倒热水 把它俩烫死在里面 好主意 我这就回家拿热水来 就这样 兄弟俩便拿来了一壶热水 倒进了树下的洞里 把那两条蛇给活活烫死了 烫死他们了 几天以后 这兄弟俩就把自己关在房里 不久就罹患精神病了 喂 你们两个急急忙忙的 要干什么 开门啊 开门啊 你们关这门干嘛 等再打开门时 他们两个就这样 罹患精神病了 大儿子这样 二儿子也是这样 两个精神都变得不正常了 哎 真是可怜啊 是啊 这两个儿子都得了这种病 实在是可怜啊 赵先生 您能不能帮个忙 把这件事给化解化解啊 你的两个儿子之所以会这样 都是因为杀生的关系 你看他们这么残忍 心那么狠毒 一点慈悲心都没有 见到蛇钻到洞里 还想用开水把他们烫死 这两条蛇是兄弟 两条蛇都被烫死了 两兄弟当然也因此 罹患精神病了 你们两个 平日里 我不是告诫过你们 不要杀生 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可好 遭受到报应了 那现在就没有办法补救了吗 是啊 他看上去真可怜啊 要说挽救的办法 也不是没有的 那就是今后多做善事 多放生 过生 来弥补过去犯下的错误 嗯 这世上最大的夜暴 就是杀生 杀生的夜暴 比什么都还要严重 互相残杀 互相报复 这就是世上最悲惨的一件事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感恩很多菩萨 不断地护持 中华印经协会 因为印经协会 印了很多 很好的 精彩的 佛教书局 漫画 DVD 卡通 等等 免费地 要推广佛法 所以也希望各位菩萨 主动到各中心 来索取这些书 除了自己看 放到附近的素食店 放到附近的庙 寺庙 人口聚集 医院邮局等地方 让这些菩萨们 有机会也能够接触佛法 愿各位主动积极 做一个爱心菩萨 推广佛法 阿弥陀佛 愿您深入境藏 智慧如海 护持正好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 中华印经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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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到后 我这个治療中心 撒去的方式主动 而且说 新闻疫苗的疫情 已经传到全世界 为了讲解 引力撒去的感染风向 像泰加人的保持着 天内撒高气里 用共修 大舟夫来对替厄修 并尊修理一下气垫 天日 老佩萨在附下 新闻的世界 要保持着工作班 事外没有要去工作 它做的全国戴灾丸 是做的不是收三高气里的判斥 天日 都没有在空间 人影响到的地方 所以全部戴灾丸 像你朝天堂的世界 十分的世界 是没有讲法 十分的 我待会戴好灾丸 人们做的讲法 第三 准备结束 必须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它有艰苦的世界 我记得戴灾丸 夹着去看日圣 我老日圣说 它在哪里里行 保持三高气里 是要保持这个 也要保持不消 感谢观看